大家好,我是要为小皮特 今天就是2021年的10月22号 礼拜五的下午2点45分 休息了两天 上一次最后一个视频 我就在德州 在德州亚马逊晚上凌晨卸货 之后就没有再更新视频 那天我卸完货第二天就很困了 很困一早起来真的不想说话了 所以那几天我也没有再更新视频 因为比较累 就回来的时候 不是说不想更新视频 而是心情已经没有什么心情 回到洛杉矶这边 我休息了两天时间 今天我留在蒙斯上岛酒店这边喝杯茶 那今天又接到了公司的新任务 就是又去德州那边 德州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地址 反正就是来回3000英里左右 就是一趟去的话呢 就是两天哦 大概是 今天是礼拜五了嘛 礼拜天晚上的八点钟 要到那个亚马逊那边卸货 那我想呢今天晚上呢 我应该出发 那为什么今天晚上要出发呢 那就是让自己的时间呢 多一点 那在途中呢 我可以休息 不用那么赶时间 比如我要是我明天出车的话呢 我要赶时间了 一般明天呢 那我起码睡觉 我睡到10点钟了吧 要磨磨蹭蹭蹭 磨磨蹭蹭的话呢 那会到了11点钟12点钟 那那两天我就很赶时间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休息的了 所以今天晚上 大概一会喝完茶 选择五点多钟去 那走上两三百英里 那就舒服一点了 那我回到洛杉矶这边呢 就公司呢 也安排我去走短途 就是北加州啊 那三万四那边 跟那个 诶 凤凰城那边呢 那我觉得呢 就干不了那个短途了 因为那短途是 就短途啊 中途的时候啊 我要在亚马逊 要等几个小时啊 结果呢 通宵回来 那搞得更疲劳了 所以我现在决定呢 就是 专门是跑长途 那公司呢 也给电话我 就问我呢 大概 呃 我每天能 能跑多少麦 那那那我说嘛 呃 六百 六百麦到六百五麦左右 啊 你要是在 所以说八百麦的话呢 那我就吃不消啊 啊 就就就 所以呢 他就会安排我呢 大概是一个 就是每天 六百六百麦 英里 啊 左右 呃 这个六百麦来说呢 就要我每个月 就是一个月 大概是 开试探啊 那我就 没有一万块钱 一个月了 没有一万美金了 因为我走的 都是 不是很 很长了 要开卡车的话呢 你要想 达到 一个月 过万 美金的话呢 那你的 你的车 你的轮子啊 要开 最小要开五千 五千英里 五千英里左右 啊 那我就开三千 那所以呢 我就没有 一万块钱 比如你跑 纽约那边呢 那就可以啊 就是 洛杉矶到纽约 那个距离啊 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长的路程呢 才有 那像我这种 不算很长的 啊 那就叫没有 大概 八 八千块钱左右吧 八千块钱 那要是我回来的时候 再走一趟 那个 短途 但一个月 走四趟短途呢 那也几近一万块钱 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 钱这个东西挣不完呢 也要 也考虑到自己 身体健康的问题 所以呢 我就 就不开那个短途了 就开 这些 中长途而已 嘿 我就按照我自己 啊 就是 自己的 体力跟身体状况 啊 来 考虑 我 需要怎么开卡车 啊 本来呢 我也有想过 就是上一趟 我是最有一趟 那我就 就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了 就 不 不愿意再开车了 好 歇 歇一段时间 嗯 但现在呢 由于呢 现在呢 呃 在美国 年底嘛 又什么 又什么十月份的 十一月份的什么 呃 圣诞节啊 对了 货运很 很忙 卡车司机比较少 呃 呃 所以 现在 公司也缺人 就是整个行业啊 都比较缺卡车司机 那这种情况下呢 哎 那 那先先先开开吧 我也先先开开 开到这个 今年的年底再说 呵 就这样 所以 后来我又 那继续的 啊 继续的开车了 那你看 哎 我休息这两天 那现在我还可以喝茶 呃 那生活啊 就一个正常的 一个生活就 就应该说 这样啊 呃 到外面坐坐啊 还有到外面去 走 逛逛街啊 这样 啊 你要拿着卡车 整天呢 不停的去坐啊 就 觉得人生就很乏味 因为你每天去 去在外面走嘛 哪怕外面 很漂亮啊 看两图的风光很美丽啊 但是也 也毕竟 毕竟你还是拿着 拿着那个什么 方向盆在开 好吧 所以 那 那 也没有 真的工作好 那现在在家里睡觉 就跟在车上睡 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两天 我睡得也挺好 昨天我睡了一天 一夜 那今天呢 那在 昨天晚上在家睡 也挺好 所以是这样 一句话吧 就 我今天就就分享一下啊 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了 其实 其实我真的很想就是辞去那份工了 这这几个月 就是说10月11月分了12月分了 明年到明年再说 因为他们明年过年了嘛 那个什么 明年那个春节嘛 虽然 在美国来说 肯定不如大陆人了 但毕竟是过年嘛 那你看 还有一个圣诞节 还有明年的农历新年 这 这下面几个月啊 那我 比如这两个月 我想 我觉得 在家里待着 没意思的话 那我可以完完传传的 我可以去 怎么了 就送外卖嘛 送外卖 送外卖我也不认证很多 50块钱一天 就是每天干两个小时 那就有50多块钱嘛 然后之后 那 他有补贴的嘛 加州 很多加州都都是可以说你 最低工资 你要是你做送外卖不够的话 他可以补些 钱给你 那我 我起码 一个月也有1500 1500 就是我 说我在家里送外卖 在洛杉矶送外卖 不用开展 我也不用说要挣一万美金 八千块钱美金也进 反正我在洛杉矶这边做呢 那我也 一个月 那我也 我也可以够我自己 那个房租啊 喝茶啊 就是日常的生活 我基本上的费用都有了哈 那可 喝了不为呢 而且呢 修整一下 心情也特别不一样 啊 啊 不过跑长途呢 跑长途来好一点呢 就是今天要是我今天出出出车的话呢 那我起码晚上有可以可以睡个好觉吗 嘿嘿 好了 今天就 就聊到这里吧 可能今天 下午出车的时候我继续分享了哈 可以分享一下 顺便现在更新一下视频 耶 OK